词曲 李宗盛 听风声在傻傻作响 敲打着谁的惆怅 思念在一瞬间生张 再忘了也多漫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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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不带上家园 孩儿总听夫君说 过去娘亲常常在那片树林里走丢 就觉得玄妙 今日偷偷去了 果然孩儿也走丢了 夫君 孩儿还碰上一个蛇腰 险些被害 幸好有这位姐姐救了我 以后不准自己乱跑了 多谢姑娘出手相救 也没什么的 不知君尚是 我家君尚是天族太子 叶华 太子殿下 妙卿叩见太子殿下 无需多礼 妙卿的大哥是东海的水君 原来是妙卿公主 既然公主救了阿里一名 本君自然地怀上这个人情 不知公主可有什么心愿吗 妙卿一直仰慕太子殿下的威名 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若说妙卿有什么心愿的话 妙卿只想能够留在太子殿下身边 留在我身边 你想嫁给我 夫君 不不 小殿下不要误会 妙卿知道自己只是一个东海的公主 不能入喜无宫 妙卿只想能留在这个草屋 等到殿下 带着小天孙过来住的时候 妙卿可以给你们洗衣做饭 妙卿公主 以你的身份做这些总不妥 况且如今是本君要还你一个心愿 没道理反倒让你来服辞我们夫子 这是妙卿的一个心愿 希望太子殿下能够成全 夫君 存在哪儿 公主 当朕只有这么个心愿 那就以时日为期吧 时日一顾 你便走了 为君上 怎么 有亲 遵君上旨意 夫君 我不喜欢那个姐姐 你不要让她留下来 她分明 分明是想代替娘亲的位置 好了 妙亲公主 对你有救命之恩 为父既已成诺 给她一个心愿 就不会失严 夫君 你说话 娘亲就快要回来了 你这样做娘亲回来 会生气的 够了 阿丽 你娘亲她不会回来了 为什么 夫君不是说 只要截破灯一直燃着 娘亲就会回来吗 截破灯一灭 她不会回来了 怎么会面是天叔 没有照顾好吗 好了 下去吧 夫君 下去 君上息怒 小殿下也是思念娘娘心情 你们俩赶紧跟上 让她自己哭一会就好了 是 小天叔 小殿下 小殿下 小天叔怎么了 和郡上起了口舌之争 别摔着了 公主还是不要进去了 郡上正在气头上 不希望有人打扰 小殿下 好 嗯 欣婷 陶生 一定是骗我的 对不对 阿丽等了娘亲三百年 娘亲一定会回来的 对不对 怎么回事啊 军上怎么会说截破灯灭了 还不是因为青秋那个白凤酒 反而心太重 化身塑井娘娘 盗走了街坡灯 弄灭了灯火 你想想 她是青丘的地基 是白浅的侄女 又有东华帝君的情分 所以君上 也不能把她怎么样 也就只能如此算了 君上和小天孙 可是等了三百年啊 三百年又如何 说实话 那灯也只能造出 一个相似的年来 又不是真的娘娘 灭了 也有灭了的好处 对 姑姑 还回去了 还回去了 天族可有怪罪于你啊 三殿下帮我求了情 那便好 也没枉费 你在天上混了这么久 过几日呢 我要去一趟东海 回来的时候 再去一下四哥府上 你在这青秋好好待着 不要再给我惹祸了 姑姑去东海做什么 东海水军呀 喜得益子 这不是刚给我发了喜帖吗 让我去喝喜酒 可是姑姑从来不喜欢 这种应酬宴会的 为什么东海水军 这次命这么好 竟能请得东姑姑啊 通常呢 我是不爱凑这种热闹的 但是当年阿娘生我的时候难产 幸得水军家的稳婆帮忙 让阿娘少吃了不少苦头 这次人家请我又是喜事 我也不好意思忘恩负义吧 米谷 小天下你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在天上 被关了三五十年呢 都是你出的所有主意 姑姑有什么吩咐 去池塘里 捞一颗最大的夜明珠给我 姑姑又要送礼啊 你又知道 这青秋谁不知道 姑姑最喜欢送夜明珠了 爱鲜味的高低 和姑姑当天辛勤的好坏 决定送大的还是小的 昔日湖地住在这洞里的时候 池塘里的夜明珠还多着呢 现在都快见铁了呢 别说了 快去捞吧 好 我的败家姑娘 那东海水军哪 不过给儿子准备个满月宴 灵枭殿上的朝会 就连着几日告假 是啊 不就是一个酒宴而已 何须如此大费周章 各位现有 难道你们有所不知吗 东海夜宴清秋这位姑姑 也要去呀 这位姑姑患有眼疾 见不得强光 可这东海龙宫的珊瑚琉璃瓦 过于璀璨和刺眼 所以啊 这东海水军哪 正忙着满天满地地 寻找青杏草 给它编织成簪子 去挡了这些 过于强谅的东西 真军口中的姑姑 可是白纸帝君膝下的妖女 白浅上神 不错 在这四海八荒啊 只有这一位女上神 能够值得你我 尊称其位姑姑 是啊 能够意图姑姑的容颜 实属不易啊 所以在下已经备好了贡品 仙桃花润颜高 要是能够博得姑姑的喜爱 实在是荣幸之至啊 是 不就是与太子殿下定亲的那位上神吗 三百年前 天君亲自定下了这门亲 我就以为能喝上太子殿下的喜酒 没想到这三百年来 从未有任何两人喜结莲礼的传闻哪 没错没错 殿下虽然有个儿子 可正妃之位一直虚伪以待 那白浅上神自从出生以来 就一直待在青秋之谷 就是谁的帖子也没能将他请出来 这两位上神可是连面都没见过 是啊 你说这男未婚女未嫁的 两人也都不着急 倒也是个奇事啊 这 确实奇怪啊 不过东海水君好有福气啊 姑姑几万年不曾出青秋 如今却让她请了去 实在太有面子了 面子倒是极有面子的一件事 不过东海水君近几日 也是十分地烦心哪 她未曾料到姑姑接了帖子 居然来赴宴 而且之前也请了北海水君 昨日殿下领了小天孙来逛东荒 顺道也要来赴宴 到时候他们三位在宴会上碰见 这东海水君现在也是胆战心惊 不知道在宴会上 到底会闯出什么乱子哪 清秋的那位姑姑是谁啊 她和叶华军 北海水军 曾结下了梁子吗 你还想 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在天界与异界那场大战之前呢 姑姑曾与天军西夏的二皇子 定有婚约 这本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好姻缘 可不知道后来为什么 桑极却看上了 姑姑身边的一个婢女 还死活地要和她退婚哪 北海水军宁愿得罪白纸帝君 也要和姑姑的婢女成亲 那婢女是何等的疯子啊 本君哪倒是见过那位女子 当初二皇子亲自挽着她 跪在天军的跟前 为她套个同分 那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哪 不过比起白纸帝君家的 那位姑娘还差得远啊 本君自未曾见过那位姑娘 但是听闻姑姑神似其母 比其母倒还要每一上三分哪 小老儿倒是有幸见过姑姑一面哪 当时啊 小老儿正是天军 坐下一个小童子 陪着天后娘娘到 折颜上神那儿看桃花 正巧看见姑姑 在那桃树枝上翩翩起舞啊 因为离得远 只看到那灼灼的桃花间的 大片红衣 那情景甚是曼妙 甚是曼妙啊 如此倾城佳人也会被退婚 天意真是难测呀 是啊 兴许正是如此 姑姑才不愿意离开 这青秋之地呀 真是天意难测呀 是啊 对对对 你吓我一跳 你呀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哪儿都有你 还好我不用娶你 你要娶 我还不嫁 阿黎 为父接到了东海水军的帖子 你想不想去东海看看 不想 不想 那为父自己去了 普军要将阿黎一个人 丢在这里吗 这是你的选择 那阿黎去就是了 军上 今日就是第十日了 你可以走了 你走 军上今日不是要去家兄的东海吗 妙卿可以为你带路的 不必了 妙卿告辞 坐好 你是何人 竟敢擅闯我们青秋地界 这位小哥 在下司命行致 前来拜访青秋小殿下来一封酒 司命 真是 司命啊 我等你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你终于来了 小殿下 走 我们进去说 小殿下 小殿下 谷里都是姑姑贵重的东西 外人是万万不可经容的 尤其是天族 实在抱歉啊 司命行致 胡立东确实又不能让外人进出的规矩 无妨 既然是接小殿下去报恩的 进不进去都一样 只是小殿下是否需要准备准备 这一去恐怕要两个月的逛钱了 两个月 正是 避古啊 天出去 需要准备壮 你以为多époque需要准备线 带捅 好其 économique 慢喝 来 我怕姑姑知道了以后 不让我走 所以你等我走了几天之后 再告诉姑姑好吗 对了 我的夜明珠呢 对 夜明珠 姑姑 这是池塘里最大的那壳 对了 米姑 我跟你要一样东西吧 什么 我想要一只 你那个树牙子 东海路途遥远 万一我要是迷了路 还可以靠着它走出来 对 米姑的树枝能指路 最适合姑姑这种 爱迷路的上升了 你看起来怪怪的 没有啊 米姑每日都怪怪的 姑姑 这就要去东海了 对了 我回来的时候 顺便去一趟北荒四哥那里 你和凤九好好看着狐狸洞 不要起口舌之争 四叔最近确实在北荒 他说碧芳鸟闹脾气回去了 自己去找碧芳鸟了 这你也信啊 四哥每次被哲研惹脑了 用的都是这个借口 算算光我醒来这三百年 碧芳鸟跑了有十几趟了吧 碧芳鸟跑了有十几趟了吧 还是顾鸟应鸟 小殿下这报恩 要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要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好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谢万岁 那是 帝君 正是帝君 帝君是做错了什么得罪天君 才被贬到凡间来的吗 怎么能够 是他自己要求来历劫的 历劫 帝君将在这凡间历劫六十年 小心想着 若是小殿下要报恩 这便是最好的时机 怎么报 早替你想好了 你带我来这后宫做什么呀 那是谁啊 帝君在凡间要当皇帝啊 小殿就将你安排在后宫 那位便是你日后用来报恩的身份 这贵人稍后会落入这池塘 受寒后大病一场 药食网集 香消玉损 你便趁此续写他的故事 从此你在凡间就是陈贵人了 那么可怜啊 也不可怜 自打他入宫 见过两次皇帝后 就再没机会拾琴了 在宫中过这样的日子 早离开早解脱呀 那如果我成为陈贵人的话 我该如何去报恩啊 见机行事喽 快 快 就是此时 快快快 救命救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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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庸医 来看一眼随便开个方子 就把我们打发了 这是欺负我们家娘娘 不受宠吗 算了 不用理他们了 你下去吧 我发了 是 小殿下 你来了 来看看你能否适应这宫中的规矩啊 我以前在太城宫待过 这里也差不多 况且我每日按照韵部上所说的 不停地咳血 所以也不用跟任何人打交道 这病到了开春自然也就好了 不过 不过你额上这凤尾花倒是个麻烦了 很麻烦吗 我姑姑说这是天赐的 很美的 美 美是美 只是陈贵人 额头上本来是没有台积的 凭空长住这么多花来 恐遭人非议哦 会吗 会吗 陛下何事才会见我呢 御医说 娘娘的身子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奴婢也将此事禀了上去 娘娘放心 只要陛下见着娘娘的牌子 总会想起来的 那是谁 那好像是陈贵人 陈贵人 没错 就是陈贵人 听说他腊月石落了水 一病不起 这才刚能下床 就是那个入宫后仅被陛下 传去侍寝过两次的陈贵人 是啊 娘娘 就会吗 奴婢见过皇后娘娘 各位娘娘 见过皇后娘娘 起来吧 谢皇后娘 谢皇后娘娘 你这是什么额间庄 竟如此害人 还不速去洗掉 这是臣妾天生的 本宫为何不记得你 额间有过这么个东西 回皇后娘娘 我家娘娘自从一场大病后 这额间就长出了凤尾花 御医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说是 说是好东西呢 这么个刺目的胎记 怎么好 本宫瞧着就不舒服 娘娘 依我看 这是一朵妖花 这怎么可能是妖花呢 这分明就是我 分明是什么 分明就是我大病初愈后 恍若重生的印记 娘娘听陈贵人说的话 真是笑死臣妾了 这后宫中谁没有生过病 唯独她 恍若重生 还多了个印记 好了 你这额间之物 来得甚是蹊跷 在陛下那里 就只能先拿掉你侍寝的牌子 以免这是什么妖恶之物 连累了陛下 是 这分明就是随便找个理由 不让娘娘有事情的机会 连帝君的面都见不着 如何报恩呢 既然不能侍寝 那偶遇总可以吧 四叔那些个画本上 皇帝不都是偶遇心让人的吗 越是身份卑微 越是喜欢 娘娘 您看奴婢做什么 月档 把你身上穿的这件宫女服 也给我备一件 是 是我 帝君 也不知道 帝君在凡间的性情如何 好不好相处 开口第一句 要如何说才能让她记得我呢 绝不能像在天宫一般 对 要端庄 要有身为青丘帝基的贵气和风凡 陛下 陛下 皇后 陛下这是要去 去看贵妃 那臣妾就不耽搁陛下了 就这么走了 对 娘娘 见着陛下了吗 见不着也没什么 奴婢打听出陛下这些日子的行程 我们就追着陛下走 总会遇到的 皇后说让我不得离开汉诞院半步 这陛下 我是见不着了 托我要桃子 你以为我这十里桃林的桃子 是四海八荒的人都能要的 上神说得是 因为我家内人害喜的缘故 成天吵着要吃桃子 不过这个时节 这桃花倒是处处开变 要说这桃子 天上 地下 恐怕只有上神这里才寻得到 所以桑极斗胆 请上神赐几个仙桃 不多 几个就行 既然你都已经斗胆了 我也不能太为难你曾经的天族二皇子 毕竟我是长辈 你是晚辈 来 随我来吧 多谢上神 不要谢我了 要谢就谢你自己的身份吧 我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 才给你几个桃子的 要是你 三月语 jer战 我哥哥 你怎么还爱 我哥哥一早 你这么快 你怎么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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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纯 你怎么怎么还초 他可以 你怎么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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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气 真的好冷气 还不死心 北海娘娘求见姑姑 每年都来十几趟 不累啊 怎么 这次来连轿子都不下了 还做什么样子啊 我家娘娘有孕在身 不方便走动 等等 去去去 不见 别打扰我吃鸡 娘娘 虽这青秋白浅 是四海八荒净重的女上神 我们北海也不差 何须来求见她 三百年前 我做下这等措施 一直寝食难安 只待这心结结了 才能安生过日子 奴婢不懂 娘娘 我们还要赴宴东海 早些回去吧 该宴席过后 我再来一趟 小五 过来坐 小五啊 前几日北海水军和她的娘子 来我这里赏了几十桃花 她那娘子因为害喜的原因 整天吵着要吃桃 你也知道 这个时节天上地下 除了我这里 哪里有桃子吃 她竟然都厚着脸皮 跟我要了 我总不好意思不给吧 这桃林是上神的 桃子也是上神的 无需同我交代 你看你 脸都绿了 不就几个婢子桃吗 你给了人家婢子桃 怎么 看我给那秘里条约的夫妻 俩婢子桃 你还不好意思吗 放心吧 那婢子桃只会让北海水军一家 这几万年暂时添不了老五而已 损不了他们多少福 也折不了我多少应得的 其实啊 他天不天老五 同我没有半点关系 那你跟他们两个 在计较什么 我计较的是 若不是当初那个桃吉退了婚 也不会有后边那一堆麻烦事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和我阿爹 还给我订了这桩亲 这一来二去已经三百年了 现在倒是越发尴尬了 是啊 天君这一家子人 竟爱说一些漂亮话 也不来找我和你爹 讨论讨论你的婚期 如今夜华已经娶了素锦侧妃 恩宠圣罗 还有了个小天孙 更是无心与你的婚事 可这事情这样拖下去 也不是办法 天君将那婚事往那一摆 这四海八荒 哪个再有心娶你 也不敢得罪天族啊 所幸我可不急着嫁出去 话不是这么说的 拖累至今 搞不好你又成为 四海八荒的孝顶 不行 改日我得找你娘和你爹 好好商讨商当此事 我一想到论辈分 他应该叫我一声姑姑 论年纪 他该叫我一声老祖宗 我便狠不下心来 逼自己主动成全这桩婚事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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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提天族那些混账东西 东海的寿宴明日才开业 今晚你在这歇一晚 明日再下海 正有此意 你四哥要我替他特制了两壶酒 就埋在碧瑶池那棵树下面 你走的时候把它给挖出来 带去给你四哥 记住千万别洒了 也别偷喝啊 什么酒不让我喝 这么小气 就你那点酒 还不够装满我的小玉瓶 那酒你还真喝不得 如果你要喝的话 明天到我的淳阳洞去搬 搬得了多少就搬多少 好 万事都听上神的 这小茅屋风吹雨打太阳晒的 却仍能挺挺玉瓶 还收拾得如此干净 扯言倒是真伤心 用他挖那两壶桃花醉盒 倒是正好 这桃花醉盒是要偷喝的 你那淳阳洞酒窖里的酒 也是要搬走了 一样少了 拿着 说什么医术 这酿酒 才是哲言的绝集 回太子殿下 东海就临着那位 折颜上神的十里桃林 上了岸便是 父君 十里桃林便是那个 退隐三界 无问红尘 情趣优雅 品味比情趣更优雅的 神秘上神的住处吗 那岁数 你得换他一身老祖祖 我们要去拜见老祖祖吗 你该就寝了 那父君早些回来 你若习惯夜不归寝殿 娘亲会伤心的 阿丽 我不是跟你说过 娘亲她不会 阿丽明白 孩儿什么都听父君的 只有这一点 孩儿自己有感觉 娘亲会回来 你们带小殿下 下去就请吧 是 是 快去看看 是否已经将青杏草盖好了 姑姑的眼睛不大好 千万不要露出 半点亮光来 是 是 妹妹 你怎么一直守在这儿啊 我想见一见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竟也认识他 嗯 前些日子我正好救了小天孙 嗯 既然巧合之下 就见到了太子殿下 后来 我就用救命之恩 做了恳求 在草屋里 侍奉了太子殿下时任 还有这么巧的事啊 妹妹 你不会是喜欢上太子殿下了吧 嗯 你可想好了 那喜无功 可不是普通人能待的地方 正妃是青秋白浅 侧妃素季 也是昔日天君宠爱的天妃 有这两位在 那喜无功还能有你什么位置 那太子殿下 日后是要接任天君的 怎么可能后宫只有两个女眷 况且 我只要能够留在太子殿下身边 做个婢女我也心甘情愿 你真的想清楚了 听说几百年前 长海娇人族叛乱的时候 长海的绿秀公主 对太子殿下也是一见倾心 可最后连晋身的机会都没有 你呢 姿色在绿秀之上 如今又有对小天孙的救命之恩 总会比她容易些 让文兄再想想 有主意了 什么 明日你在宴席上陷舞一曲之后 我再恳求太子殿下见你一面 你就说为兄我 逼迫你嫁给西海二皇子 再加那西海二皇子 说成是顽固子弟 苦苦哭诉一番 你对小天孙有救命之恩 我想太子殿下 应该不会看你被如此逼迫 先做婢女 再想办法让她迷上你 这是贡品 先桃花润颜高 明日你若能受众人主顾 兴许便能成功 留在太子殿下身边了 多谢大哥 多谢大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如夜间微凉 繁华若地成霜 你在远方眺望 耗尽所有目光 不思量 自难相望 遥遥遥桃花亮 前世你怎舍想 遥遥海情茫茫 海骨作不痛不扬不牵强 都是假乡 chen 0 Three link 这位ush 我 你中磅 现在 的 人 只要 有 如凡尘伤情着我 瞬间一渡情节难留 遮疚的心还有几分前身的痕 两要三生三世恍然如梦 许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忍 就让情分落九尘 两两世里何时还会穿上 又见树下一盏风寸 若花又已流水无尽 别人暗怨爱恨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缘千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